主料,鸭架一个,辅料,大葱一颗,前面酱一勺,面酱一勺,糖1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鸭架已经骗不出整块鸭肉了,不过用小刀那心点,还能骗出一大块鸭丝,把鸭皮和鸭肉分开爆,大葱只留葱饭,切成细丝,分成两部分费用, 将甜面酱和葱拌铝酱,以一比一的比例兑好,在兑好的酱汁中,加入糖搅拌均匀,锅中不放油,先把鸭皮放进锅中,外皮朝下,重复加热煸出鸭皮中的油脂,然后放出其中一部分葱丝,出香味后将鸭肉倒入锅中,不停煸炒,直到鸭丝略微包干,倒入了好的酱汁,翻炒均匀,使鸭丝表面均匀的, 包裹住酱汁,然后将剩余的葱丝放入,翻炒两下即可出锅,烹煸技巧,一,煸鸭丝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,如果鸭架还打算做汤的话,就保留一小部分鸭肉以及鸭皮,二,酱汁终于含有盐分,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放盐了,三,最后放入了葱丝出锅时, 要保持白色,口感才好,四,甜面酱也可以换做蒜蓉酱,豆豉酱,炸茶酱等等,总之就是自己喜欢的酱就可以,五,还可以加些蔬菜,比如洋葱,芹菜,豆芽,我们试试肉动物,所以就蔬菜如添加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